回到这里 产品利润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用 书鸟分析表 分析 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请勾 勉 再勾 记 请勾订单日期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三个 年 记 订单日期 这个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好点选2016年的第四季 的11月 这个意思就是 它现在呈现出来 2016年 就是只看2016年 第四季 里面的11月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 那一年的桌子 出现很大的问题 2016年的第四季 的10月 负一点点 11月 负6,900 12月 负3,500 我就去观察到说 在不同时间 它的一个桌子的表现 我这样一目了然 好 这是提供该门参考的 然后你就可以分别来去做三选 当我看到2016年 这边有负的 66,000 2015年呢 桌子还好 2014年 这边 才负2000多 这边 负2000多 不像2016年 一下负就负66,000 前三个年度 都是一点点 微薄的负 好 请你们来去玩 交叉分析 筛选器